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月8号 9月8号 那么下面开始给大家做我们的悬疑问答节目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师父 你好 你好 师父 对不起 刚才没听见 师父 这是在里面 师父 对不起 帮同修问一下几个问题 你稍等一下 师父 稍等一下 这部帮同修问梦见 就是有位师兄 他梦见在观音堂起大礼佛时 然后参见南京菩萨的殿全红世 当时这位师兄的意念就是他的心已经被那个心磨进入了 然后那位师兄就想要忏悔 请师父您去被看这个梦境 南京菩萨如果脸变得红的话 他就是不开心啊 哦 那这位师兄他该怎么忏悔呢 师父 忏悔吗 脑子里有杂念呀 要跟菩萨说对不起 哦 原来是 哦 原来是 哦 原来是 因为这个事情肯定是南京菩萨管了 南京菩萨对不起 哦 做错了 弟子不应该这样想 哦 师父呢 这位师兄他该念几遍礼佛呢 几遍礼佛四十九遍就好了 四十九遍啊 嗯 好 师父 师父还有就是一位师兄他就梦见 师父在一批同修师兄们 给那位做梦的师兄两张机票 一张是去悉尼 还有一张是去那个印度梦卖的 然后呢 师父也给一张去悉尼的机票 给那个巴弹岛的那个理事人 请师父也去备开始这个梦境 如果要请他到悉尼来的话 就说明他必须要进修 梦中 现实当中他来 那没事 如果在梦中的话 就说明他必须要加强学习 明白吗 哦 有一位 这么周末路兄现实当中是有去过 但是那个一位理事人是没有去过 要加强学习 明白吗 师父教他到悉尼来就是学习啊 我叫他来玩的 谢谢 凡是到悉尼来的 要么拜佛 要么好好听师父教诲 就这么简单了 嗯 明白吗 嗯 好的 明白师父 嗯 师父还有就是有位同修啊 他就是很纠结他的名字嘛 他的名字就叫卢雪林 然后呢 有一天他就念经 觉得很累 去躺一会儿 接着呢 这个同修就在迷迷糊糊的 时间听见师父您的声音很大声 在他的耳边说了一句 卢慧家 所以这位是说 是不是师父您要他改名成卢慧家 只是这个慧是什么慧家 是什么家呢 师父 卢慧家 不是智慧的慧 啊 对 卢慧 她是女的啊 女的 对 姓卢啊 跟我们同本性啊 跟师父的本对 卢慧家蛮好的呀 慧们不是智慧的慧 那是车薪慧应该 慧心慧 嗯 那那个家呢 师父 生家的家吗 家应该是张爱家的家 我不知道张爱家的家怎么写的 现在脑子里 张爱家的家 就是一个一个歌星啊 过去有一个过去的歌星啊 叫什么张爱家的 张爱家啊 师父 你去查一下 好的 师父 应该是这个家 好吗 这个家 哦 好 好的 师父 那师父想请师父说就是 是不是那个孕妇不可以念小房子吗 在三个月里念 如果梦见亡人的话 什么叫什么叫 什么叫印度不能念小房子啊 孕妇 孕妇 孕妇谁说不能念的 白天都可以念 哦 白天都可以念小房子 哎 他不可以 哦 那他可以就是 呃 念小房子给家人吗 就是帮母亲 可以的 都可以啊 只是说 业障太重的人你不要念 哦 会影响 影响胎儿的 哦 好 那他怎么知道自己业障重不重呢 他比方说他妈妈 他妈妈浑身都是病 倒霉的不得了 哦 他妈妈凶的不得了 嗯嗯嗯 那这种都是业障啊 一看他妈妈整整天 整天整天骂人啊 嚎叫啊 整天受报啊 这这种你就不能给他念了 哦 好重的 师父 好重的 师父还有一个就是 师父不是说 如果那个我们身上有灵性 什么业障 说社会很重吗 师父 那师父是就是说 就是这个灵性在我们的身上 本身这个灵性 我们的灵性 就会增加什么 你这个时候正好广播线 听不清 最后一句话没听懂 嗯 哦 就是说 呃 师父您说 身上有灵性的人 业障都是会很重嘛 那就是 因为那个灵性 本身业障就是很重 因为他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他的业障 更重 自动的加在我们的业障 对啊 他到你身上来 就是因为你有业障 他到了你身上之后 你业障更重 听不懂啊 呵呵 哦 如果 今天举个简单的例子 今天你是个小偷 你已经有业障了 嗯 那么 来了一个强盗 说来跟我一起去抢东西 那他在待在你家里 你家里就是小偷家强盗了 你说是不是更坏了 业障更重了 哦 明白了吗 哦 哦 哦 对 那那师父 在在文言家 就是 是不是我们把他超度掉了 那我们的业障就自动 呃 就是 减轻 减轻 哦 减轻 啊 如果你想到没有业障 那很难的 听得懂吗 啊 听得懂 师父 哦 哎 那师父 师父 我们就是这样啦 我们下个月 10月20号 呃 我们印度尼西亚 吉利文岛 巴莱坡 我们就是观音堂 就又开了嘛 新的观音堂 师父 我们 我们都不能请师父您来 师父 我们都能够请师父您的法师们 加持我们师父 我们的观音堂 能够做到更多更多 有一种分 你们这些孩子真是乖的不得了 这么好的孩子 所以师父 所以一直求观音菩萨 多给你们加持 师父也会给你们加持的 你们真的是好孩子 你们这些佛友真的很乖啊 嗯 师父 我们现在就是 我现在本身 我们几个通修 就是在 呃 一个 船头这边 我们要运 观音菩萨 还有南京菩萨 观季菩萨 那些菩萨的持相 去我们 基睿文岛的观音堂里 师父 嗯 请你们 去师父 慈悲加持 全部都能更顺顺利力的进行 没问题的 好吧 师父已经 观音菩萨已经 已经在加持你们了 你们早上就很顺利 还不懂啊 哦 是的 师父 真的 真的很感恩 真的 好好努力啊 你们这些孩子也感动了师父啊 真的 因为 因为那个印度尼西亚很多是天岛国啊 真的 到处都是岛 你看你们自己在一个小船上啊 慢慢的要过去 去设观 三星菩萨的佛像 你们真的是功德无量 能够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啊 真的是好孩子啊 好吗 师父 我们还有几十位师兄在 白来坐那边在等 哦 他们都在那边 慷慨过去吧 师父 等一下 师父 我们这里 哦 好 师父 师父 好了 其实没有问题了 师父 快一点啊 我们好好地修的 感恩你们啊 感恩师父 这么好的孩子 这么好的孩子 再见啊 感恩师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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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保重师父 你要照顾好身体 再见 再见 感恩你再见 拜拜 很感动啊 真的很感动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师父 师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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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说 给师父请安 请说 嗯 啊 呃 师父想问几个问题 就是 呃 李佛 他诧悔文 就是呃 一百零八 变一天文之内 然后 如果 配合小房子 应该是 需要多少张啊 比如说 呃 做措施啊 啊 那小房子 你自己二十七张 最起码的 二十一到二十七吧 嗯 啊 至少是 二十一到二十七张 嗯 那四十九遍呢 四十九遍呢 你可以七张啊 三张都可以 没问题的 啊 就四十九遍以内了 就可以三张到七张 对 嗯 嗯 然后那个就是呃 可以忏悔 就是食不善业嘛 就是初一十五的时候 呃 如果想不起具体的事情 然后就可以说 你不应该杀生 吃终生肉啊 然后这样忏悔 就是呃 一次的忏悔 食不善业 嗯 嗯 我觉得你 最好不要犯犯的忏悔 最好 最好有目的的忏悔 比较好一点 嗯 然后就还是要具体的事情 是吧 嗯 你们不懂得很多事情 你天天这么讲啊 讲啊 讲一遍 你要知道会激活很多东西 因为每一个人的前世今生 对不对啊 过去世 嗯 他都可能已经有过各种各样的 这种业障了 对不对啊 你想想看你忏悔食不善恶 就相当于你跟菩萨讲 我把我累死的 那些恶业全部要忏悔 一样 你说说看 很多人今世都背不起 你怎么背上辈子的 累死的 嗯 马上就倒下来了 很多人为什么就是这样呢 对不对啊 嗯 那就是还是具体一定好一些 对啊 有什么忏悔什么 没办法了 你当然说我要从从头开始都很干净 那你也可以 问题你干净嘛 不干净的呀 那累生累世 那些肮脏的东西聚在一起 全部爆发起来 你马上就躺下来了 再还不懂啊 哦 对 你先把京市的 对啊 你先把 现在把京市的 现实的东西 先要忏悔掉 你至少不会现实报了 你不会现实报 你至少不会受现实苦啊 对不对啊 嗯 对 开什么玩笑啊 你说你要把过去的 就比方说一个人现在饭都吃不饱 你说的我把赚来的钱全部还到我过去欠人家的 那你还是吃不饱啊 你至少要饭吃饱之后多赚钱 然后多做功德才能把你过去的那些夜再还吗 这个道理不懂啊 嗯 那就是京市 呃 传回 呃 具体的事情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现在脾气好了吧 过去被师傅讲几句还要不开心啊 会不开心吗 呃 我师傅我错了 嗯 以前这个傻性子 啊 好了 不懂事 现在知道了 现在讲你几句不讲话了 那就好了 那就改了 师傅错了 我错了 我错 嗯 感恩师傅 因为有您 所以才有我们大家今天的 嗯 这个 嗯 非常感恩您 你要记住了 一个人如果不肯承认错误的人 就是永远背着 那些业障 背着那些缺点 活着 多痛苦啊 多累啊 你你你 永远轮回 对啊 你就是错了就结束了嘛 嗯 家里也是的 嗯 你说句 你错不错 我错得怎么样啊 爸爸打死你啊 妈妈妈掐死你啊 嗯 错那么就错了 有什么关系啊 对 跟老公说句 错那么就家庭维持下去了 我就没错 那么家庭不能维持了 这不懂啊 嗯 师傅我错了 嗯 又错了 好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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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师傅啊 嗯 就是7月29 马上就来了 地震王菩萨 那个日子 然后 就是您开始几句 在这一天 我们应该 呃 怎么注意点什么呀 你先按照正常的 心灵法门的课头 上香 嗯 然后 然后请关心菩萨 啊 啊就是转达我们对地震王菩萨的爱 啊感恩地震王菩萨给我们带来了 啊大愿 对不对啊 我们一定要学习 地震王菩萨的愿力 啊自己好好地修行 度众 啊能够救度 啊更多的有缘众生 啊对不对啊 你就这么讲吧 就是在这个地震王菩萨纪念的日子里 请关心菩萨替我们弟子转达 啊我们对地震王菩萨的崇敬 你知道地震王菩萨如果有关心菩萨再给他传递的话 菩萨也开心啊 对不对啊 嗯是啊 啊因为我们学习听法门 我们全皈依到关心菩萨门下嘛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对对对 师父您浩然争气 日子有见人心 对啊 文不对题 不知道说些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啊师父 那这一天是不是地震王菩萨这些都是通地府的 然后这一天我们呃都烧一些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嗯 就是关心啊 感情啊 嗯 好一些啊 哦你还有一点智慧嘛 地震王菩萨生日的时候你可以多些烧些 多烧一些东西比方说跟地府有关系的 嗯 比如说 会开开会会大赦的 很多东西比方说你知道你的家人比方说在地狱里 或者在下去了 你就给他多少点小房子请地震王菩萨慈悲 对不对啊 加持 多少张啊最 最多啊 这个你49张啊什么都可以烧啊 78张啊都可以啊 反正在100张之内 嗯 你烧了之后说不定大赦从地狱里直接放出来了 哎呦这太好了 啊 他现在这个7月15刚过 哎呀这个真是大事啊 啊你你这个这个真的 地震王菩萨也是慈悲的不得了啊 哦是啊 否则他为什么到地狱里面去救救恶鬼啊 这么恶的鬼 他为什么救啊 他不就慈悲吗 对不对啊 就慈悲了 是啊 他跟关心菩萨也挺好的 嗯 哎师傅啊 您说像我们这个末法时期 您说年轻人这个感情上的这个愿接也挺多的 然后我们可以可以用这个日子 然后烧多少张化解感情愿接的这个小房子呢 要看的 嗯 这个不能乱烧的啊 因为因为因为地府虽然是管的人间 但是他们有时候一些你的愿接他也不一定管 嗯 你要是烧的好没事 最好我觉得你还是求菩萨化解比较好 地府的事情 就是不用小房子 对啊 地府的事情你烧小房子没问题 化解愿接都可以按照正常的做 地府如果是轮到他管的 他一看你烧小房子了 他就会大赦你 就会帮你化解很多 你不要专门去求 明白了吗 因为有的人他的感情不是属于地府管的 哦哦 明白了 明白了 你看很多 那应该怎么 很多天上下来的人 天上下来的天人 再投胎 啊 五衰之后到人间 他们有的时候就是还归于天上管的 明白了吗 哦 啊 那就不是下边的事了 对了 所以要分清楚 所以你什么都求下面们 有时候 我就不知道了 不太好 我就不知道了 明白了 明白了吗 那我们怎么跟菩萨说呢 跟菩萨讲一下 就求啊 就菩萨最好啊 地藏王菩萨 观世音菩萨都是管的嘛 下面观世音菩萨经常 跟地藏王菩萨到下面去看那些苦难众生的呀 也是给他们加持的呀 明白了吗 师父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怎么去跟菩萨说呀 没机会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说 求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 化解我某某某 某某某和某某某的冤结 今天在地藏王菩萨的生日 希望菩萨都能够保佑我 让我们两个恶缘化解 就这样啊 这不懂啊 这个讲了保险的 这个就保险的 这个就保险的 稍小房子可以的 没关系的 嗯 几张吗 二十一张啊 像你这种人 像你这种人 感情运一直不好的 你上辈子 上辈子就是 不用我不要 你还不用呢 把这个闸门一闸 不要了 一闸了 师父您 师父好 师父跟着师父学 把这个门关上 听得懂吗 我明白了 那我就不碰 好好念经 求不得大慈大悲 明白吗 很痛啊 一个人生 一辈子最痛的 就是感情啊 尤其是女人 对啊 为了家 还为老公 还为孩子 没了没了 受爆啊 受爆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现在我就敢 随起站台那么多 清修的师兄们 真是高修养 高文化 高修养 啊 现在知道了 人家就解脱 人家都放下 对对 明白吗 很多人放不下来 很多人你看 到了现在还是会 刚刚离婚了 骆太长啊 你帮我看看 我什么时候 能找到下一个呀 就是 这苦还没受够 这就叫 嗯 那是不是他有这个意念 他有这个想法 那就证明他这个 没解脱 还是说要受爆 命中 命中再有 还能也能解脱 要看你的怨力多大 你的怨力 我说坚决不要 就坚决不会有了 是 对不对 怨力大于业力 啊 当然了 你这句话呢 这句话你们大家都记住啊 怨力 只有怨力 可以超过业力 怨力可以压倒业力 所以当业力来的时候 苦难来的时候 只有用怨力来压倒你的业力 好了 总算你今天打电话 讲了半天 还讲出一句真理出来了 师父您说的 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说的 哦 师父您经常天天开示啊 跟着我们说这块 说那块 天天都说在 说人间这些我们身上的毛病 好好听吧 然后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都对号入座 第十册 白话佛法 很经典 多看看 是 那天 那天在法会上 就是这次马来西亚 吉隆伯 那书一出来 所有的事情都书出来了 大家都去讲 嗯 非常好 嗯 讲了稍微生了一点点 生了一点点 嗯 好吧 就明示出高途 我们要看师父的白话方法 我们才能 好好去进步 我看你是个 不是高途啊 你是低途 我还不是 低途 我还是那个 在学习小学生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嗯 啊 师父还有一个事 我想问一下哈 就是放生 那您以前说过 您放生 穷了不求 我想问一下 呃 您的意图是什么呢 跟我们大家讲一下 这个这个就是 大慈大悲啊 放生们本身就是救助众生啊 嗯 你不求的话 师父不是说不求啊 我也有求的 我求什么 嗯 求天下苦难众生 早点 这个这个脱离苦海啊 对不对啊 嗯 求关心 不是要对他们加持啊 有求必应啊 这也叫求啊 但是是为谁求的问题了 明白了吗 哦 就是为大家 对了 不能为自己活着的 一个人要为众生啊 对 对不对啊 对 对对 求什么 求也是为人家求 永远不要为自己 那你的境界就高了吗 对不对啊 嗯 是啊 是啊 嗯 师父 那那个放鱼的时候 您在嘴里默念 是 是让他们 去好地方吗 哈哈 就是放鱼的时候 你在那嘴 还在那块说 嗯 是 是什么意思呢 哈哈 念经呀 念大悲咒呀 念心经呀 然后在念心经 念大悲咒的基础上 你可以说一些话 比方说 你想 今天放生 达到什么目的 啊 菩萨都会知道 然后他们就根据你的目的 啊 把你这些 啊 做的功德 给你记录 或者给你 消除你的灾结 都是这样的呀 你心中要讲话的呀 那师父你一说呢 我讲 我讲 我每次讲的都不一样 呵呵呵 啊 都是为了大家 对了 你想 想象们就好了 希望心灵法门 能够救度更多有缘 希望心灵法门 能够 红法顺利 希望心灵法门 能够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 这不是 都是求的吗 嗯 是啊 希望人家 不要对我们有误解 就可以求不了 嗯 对对 好了 对 这正能量 没问题的 好吧 嗯 是啊 那师父 您就是开光一世 嗯 就是 为大家 就是 呃 为菩萨开光 然后给大家祈福 呃 您拜菩萨 您的腰都是弯到90度的 嗯 对啊 嗯 然后 嗯 你们弯到45度啊 啊 我们不懂 然后 全心全意 我要全心全意 所以为什么密宗 为什么有的密宗 他们要五体投地啊 这个就代表一种 你的成心呀 就是一种 人的一种成心呀 腰弯的越低 那么说明你心越成呀 这还不懂啊 嗯 我们大家看到您 就是您身体不好 然后还 这么诚心诚意 对啊 90度 啊 啊 太感动了 是啊 你要对 你要对菩萨真心真意 对人真心真意 菩萨才能救你啊 对不对啊 尊师重道也是这样 你对师父 对老师都不尊敬 老师怎么教你啊 师父怎么 你看看过去中国传统文化 孔老夫子孔门之道里边 他的所有的弟子 对不对啊 全部对孔老夫子是怎么 怎么个 怎么个行李呀 都懂了就好了 嗯 好吧 嗯 你看我们电台的小朋友 对不对 对师父都很尊敬的 对不对啊 嗯 他们都是我们的好榜样 啊 就是很喜喜赞叹他们 对啊 他们很有福气啊 能够在 非常有福气 有福报 经常也跟他们讲 对不对啊 但是师父 其实都不多说话 对啊 他们你看都不大讲话的 嗯 是是 都是忙忙自己的事情 对了 现在 非常热 而且还非常热心 当住他人 嗯 境界呀 看得出来的 好了小丫头 嗯 好吧 嗯 师父 还有一个说 这个以前有一个图层变化 然后有一位阿姨 呃 是好像是 发了口叶 然后您跟他说 每天念四十九遍 进口叶真言 嗯 那那那个就比如说 意念上呢 也就是意念上 是最难控制的 那可不可以 就是说每天也念四十九遍 进一叶真言呢 其实都可以 进口叶 进一叶都可以 进一叶呢 就是说你 我没叫你们念的精 先暂时不要念 我总有道理的 先 那就是个案 先执行 后理解吧 好吧 嗯 慢慢等到你们精也高了 多念一点进口叶真言 可以 吃了不好的东西啦 嘴巴里臭味啦 或者吃完东西啦 或者什么啦 这就一定要念的 明白吗 嗯 那好的 那就是进口叶真言 对 好吧 好 进一叶的话要看的 哪个法门呢 就第一个 第二个 你的一叶不可能 就因为你念几遍精 就把它干净的 如果念不干净的话 会产生另外一种感觉 所以一些事情 我还没叫你们念 先暂时 师父没叫做的事情 先暂时不要做 明白吗 就 嗯 就是师父您那次是对症下药 对 个案 对他的 偶然的 不是个 是个案 不是普遍性的 好吧 好 刚才提到这个对症下药 我想问一下 呃 腔梗 腔梗这个 这个病 是怎么回事 应该吃什么药啊 腔梗脚是吧 嗯 就是脑子是腔梗吧 就是照脑 脑部的片子 然后说是腔梗 人家一喝水 或者是喝西的 他就腔肉 也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导致的 叫什么香港啊 不是香港 呃 腔梗 腔梗啊 腔梗 对 腔梗 腔梗梗的话 血凝度 血凝度太高 血凝度太高 我告诉你啊 这个 静脉 静脉 血管系统 不调和 还有呼吸系统 和你的心脏 跳动不吻合 都会产生这些问题 还有吃的东西太油腻 胆固成太高 肝油三脂太高 嗯 啊 就吃三滴 而且吃 睡觉的时候 绝对不能吃蛋黄 啊 那就不能吃鸡蛋了 吃蛋清 可以 睡觉之前 少吃蛋黄 不能吃蛋黄 吃蛋黄最容易中风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那就说 现在吃鸡蛋 就吃蛋白就好了 尽量吃蛋白 蛋黄少吃一点 嗯 好吧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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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您说 就上次有位师兄说 在飞机上 呃 就您说会 就像高压锅一样 然后呢 呃 对血液啊 不太好啊 这样 那应该怎么样 去吃 什么药去调理呢 十个小时以上 才会产生这种效果 一般的不会的 啊 一般不会 啊 十个小时 根本没有什么压力的 你要十个小时以上 十小时以内 脚动动 手动动 嘴巴动动 念念经 好了 没事 如果十个小时以上的话 你就要开始 要经常走 而且多喝水 啊 要让血凝度要降低 啊 然后自己呢 大脑要放松 要睡觉 嗯 啊 就是这样 搓搓手啊 搓搓脚 明白了吗 嗯 嗯 好了 念念心经 就是放松的 对对 好好 嗯 那这么多病 都是跟这个血液 有关系 那有没有 就是有什么 除了单身 这个药 因为我有 干净啊 所以为什么 现在要 要吃那些东西啊 就是那个 呃 洗血液的 比方说 卵磷子啊 就是血管的 清道夫啊 嗯 啊 卵磷子啊 血管清道夫啊 好得不得了啊 还有 还有让脑子 恢复记忆 大脑恢复功能 都是靠 软磷子的 嗯 奥米加三 啊 这些东西 都是对血管 有好处的 你说血管 为什么重要啊 血管就相当于 你家的自来水的 水管呢 你水龙头 有什么用了 你水管不通了 你水龙头 水出的来不了 嗯 是 好了 听不懂啊 嗯 好了 嗯 明白了 而是个最后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这个 痔疮 嗯 就是好长时间不犯了 然后呢 嗯 突然之间又 比如说变血了 一次 两次而已 那这个是 需要少小房子吗 还是说 首先你自己先要 去除人为的一种问题 比方说 坐在卫生间里 不要时间太长 明白吗 第二 痔疮跟干净不干净 非常有 有关系的 所以很多人 要为什么 现在 其实我告诉你 是不是非常赞赏 啊 这个这个 这个马桶以后 这个花点钱 一定要去去去弄个 喷水的 洗的 啊 这个东西 我告诉你 真的 啊 绝对多功能的话 它会消除你很多的这种 这个这个这个 痴疮啊 啊 这种疾病 尤其是 因为越肮脏的地方 越容易生病 你听得懂吗 嗯 是 所以要冲 太多 要弄干净 越越脏的地方 越要洗干净 明白了吗 嗯 但是第三呢 就是说不能 不能老让他 啊 坐的时间太久 也会有痴疮 是啊 啊 要调节 明白了吗 所以有时候要蹲下来 站起来 出去走一走 然后坐一坐 就是 行动不要太固定 行为 行动不要太固定 嗯 就做活动活动 还有不要 憋 那个大便 啊 经常憋大便的人 自常会下来 他的收缩功能不行了 师傅教你一个方法 叫提缸 就想着 就想着那个 想着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这个 呃 底部 然后呢 把这个 嗯 吸啊往上 提缸 把那个缸啊 提起来 然后放下来 提起来往十下 嗯 啊 这个啊 这样锻炼的话 你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脱缸问题 就会解决 啊 自常事情 就会解决 明白吗 哦 提缸那个位置 我想不起来 叫什么名字了 它有一个的 就是正好在 这个当中 啊 当中 啊 明白了吗 那这个就可能 是偶尔的 不是说 呃 每天 每天经常做做 很好的 嗯 过去有人 三期也做得好 提缸的人的话 小便也会好 嗯 嗯 自己收呀 自己收啊 收小腹呀 收小腹 往上提呀 明白吗 啊 意念 往上提 提了放下 提了放下 好了 你这个地方 有收缩力了 你就不会脱缸了 你就不会自创了 明白了吗 啊 就让它健康起来 哎呀 对了 就是锻炼肌肉啊 锻炼肌肉松井啊 就跟人家锻炼一样的呀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很好了 太感恩师父了 您什么都知道 感恩您 好了 再见了 您保重身体啊 再见再见 嗯 那个 好 预祝您欧洲法会 圆满成功 外面法会 广度有福音众生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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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再见 喂 你好 喂 喂 我问你 神通 不是 看图层和感应 有区别吗 什么 啊 你又打进来了 师父 听得到吗 听不得到 你刚刚一会 有一会 没有啊 嗯 哦 那看来 今天的信号 不太好 现在好了呀 好了 现在好了 你嘴巴靠近一点 你的线不太好 就是你那个 可能电话线吧 动动吧 你的电话要换一个了 嗯 今天的信号不是太好 好了 现在买好了 现在买好了 买好了哈 哎 我开始问 呃 看图层和感应 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看图层 你有可能 呃 看图层 实际上这个已经 不单单是一种 看天眼了 嗯 他已经是接近 慧眼了 是慧眼 慧眼 慧眼就是说 已经能够 先第一步 你是能够啊 这个接近 那个能够看到 看到那个人家说 天眼开了 但是开了天眼之后 很多人只是看见 但是他说不出道理 说出说不出理由 嗯 对不对 嗯 如果你有慧眼的话 你看到哪里 你耳朵里就像人家 帮你在解释一样的 这个解释没有声音 但是你心里全明白 明白了吗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们现在心里很多事情 你看到一件事情 哎呦 我知道 你心里全明白 就是这种感觉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开始 师傅 参加一次法会 获得的能量 能持续多久呢 请师傅 开始一下 这个问题 实际上 基本上到你身上的能量 只要你不消耗掉 你都能保持的啊 哦 都能保持的 你比方说 举个简单例子 啊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吃下去的营养 在你身上能停留多少呢 你只要不生病 它这些能量 就不会消耗 就像你身上长的肉一样的 嗯 只要你 不去自己伤害自己的身体 你这肉不是一直在你身上吗 能量不一样啊 嗯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谢谢师傅的 此为开始 师傅 呃 问一个 呃 再问一个问题 问一个风山榜的问题吧 请问风山榜提到的肉山成圣的 李静 金扎 木扎 哪吒 杨检 雷震子等人 环破未被收 风山榜收去 最终肉山成圣 为何有肉山的情况下 可以上天 请师傅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 为何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这个灵魂能够全世界到处跑啊 哦 哦 你睡觉的时候 你的梦怎么 全世界随便什么地方都会跑啊 对对对 这还不懂啊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指挥开始 师傅 念诵功课中的经文 有的人是早上早点起来 上班前把功课一次性念完 有的人是把功课中的经文 穿插在每天空闲时间中念完 请问师傅一次性不间断的把功课做完 是不是把功课在零散的时间分别念完 更加的能够聚集能量 得到更大的加持呢 请问师傅这个问题 我想首先考考你啊 你觉得你觉得是聚集能量厉害 还是分散好了 聚集能量厉害 那好了 还要讲吗 那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开法会的时候 因为这么大的能量 因为这么多菩萨来 所以他能量大呀 你一个人在家里念经的话 你有多少能量了 是的 对不对啊 对对 很简单 好 谢谢师傅 师傅 比如我们学佛人到外地 到另一个地方 是不是首先要给本地的菩萨请安呢 师傅 这个问题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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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都做 我到哪个国家 我都要给当地的菩萨请安呢 那给当地的菩萨请安有什么样的好的方面呢 请师傅开始一下 好这方面好这不得了 因为你跟当地的菩萨请安的话 这个菩萨就会保护你啊 到他护持你的法会啊 哦 否则当地的那些其他的 散灵啊 灵性啊 他搞你啊 那你就怎么办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怎么说呢 请师傅开始一下 怎么说呢 怎么说啊 怎么说 拜完自己的菩萨之后 你就 跟观世音菩萨讲啊 对不对啊 我今天到这里来弘法 对不对啊 嗯 我也给 某某某国家的 当地的菩萨 请安 请菩萨能够 啊 保护我们 保佑我们 平平安安 弘法 就这样了 我也是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 因为菩萨都知道 你跟他打招呼的话 菩萨就会很开心 人家外国菩萨也很开心啊 哈哈 明白了 那师傅 您这样一说 所有的菩萨都收到您的信息了 是这样吗 那当然了 因为他本身大家都通的呀 嗯 哦 嗯 就像电脑一样 你发一个消息 电脑里看电脑的人都看得见了 现在道理就是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好 谢谢师傅的 特别开始 师傅 有师兄在学佛之前 因为一件事情 导致岳母在 情急之下 给他下了柜 请师傅说过 长辈给自己下柜 会折寿 请问师傅 他折寿的话 通过 他这样 他这样折寿的话 通过学佛念经 还有机会补救吗 请师傅开始一下 有的呀 做功德呀 他岳母跟他 跟他下柜的话 他就必须 对老人家更好 哦 他就必须 对老人家 做更多功德 就会把他岳母 给他的 折他的 受的那一段东西 才补回来 补回来 那像这种情况 你也多少遍理所呢 请师傅开心 这岳母弄 给他来一次的话 这至少49遍以上 哦 49遍 这非常不好的 这个归一归 地府的官 马上 马上记录 这个记录非常快 而且是现实报的 所以过去很多 年轻人 被老人家归一归 说我跟你下跪了 孩子啊 你千万这么 孩子 孩子对妈妈不好 对爸爸不好的话 出去就死掉了 压死了 或者被人家弄死了 哦 就这么厉害了 因为他已经 这个 这个是属于特殊处理了 在地府是属于特殊处理 你都知道 对不对 杀父杀母啊 这个是武逆重罪啊 这个武逆重罪的话 就特殊处理啊 马上处理啊 下面 那师傅 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他们的冤结 很重 他给他跪了 也不是地府 不看你冤结怎么样 就你这个行为就不对 就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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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冤结是慢慢化的 你也不能说逼着 爸爸妈妈跪下来啊 哦 你已经是大念不到了 就算他欠你的 你说说看你现在又又又添心伤痕了 这心伤痕可能比你老三还要厉害啊 哦 明白了 谢谢 谢谢师傅 师傅你看 昨天不是 昨天你不是看图腾吗 有个女的 她不是得了乳腺癌吗 那个图腾怪 是不是因为打胎的孩子 师傅说是的 打胎的孩子原因 师傅 现在有的 现在也不少人 女的女性 她得了乳腺癌 是不是 乳腺癌的这种 是不是与打胎的孩子 又占很主要的原因 有普遍性吗 那当然了 这绝对不 复科 复科都是跟打胎孩子有关系的 打胎孩子有关系的 想一想我们就知道了 孩子 孩子生出来干什么了 吃奶啊 嗯嗯 不是 不是乳腺吗 哦 从哪里生出来的了 这还不复科啊 这还不懂啊 你把孩子打死了 他不就搞你这两个地方吗 那师傅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是 这个孩子本身是来讨债的 你又把他打掉 是不是他那个报复心 哦呀 那他就是站在你身上不走啊 哦 哦 如果是来报案的 你打掉 他还要的小房子 还相对少 少一点 保财的你把他 哦 明白了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明白了 你们不问 师傅不会讲的 你们问 师傅讲给你们听 我告诉你 这些东西人家都不会讲的 有些 有些 有些人根本不会讲 有些人也讲不出来 师傅是跟你说 知无不言 对不对啊 言无不尽 只要能够 众善奉行 能够让你们开悟 师傅什么都愿意告诉你们 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师傅 你怎么啥也知道 一万你就说 哈哈 我告诉你 你去看一看 在缅甸有一个 年轻的法师 他写着他自己 怎么开悟 开天眼 怎么后来能够听到 菩萨跟他讲话 你去 你们以后碰到 看一看就知道了 啥都知道 他过去字都不认识的 他后来自己看到 他的前世 他把前世的那些字 学的这个 学的这个那些文化 全部用到心识来用 所以他看到 全是繁体字 全认识 呵呵呵 为什么有些神童啊 他是前世 就是这方面的 所以他出来 他什么都懂 明白了吗 哦 这是不是 一想就想起来了 哎呀 哎对啦 比方说你过去 曾经读过的 你好久不用了 你突然之间 人家跟你讲这方面的 你想就想起来了 哦 就像师傅 以前举的例子 他前世数学就好 今天是数学 还生出来还是数学好 是这样吗 对呀 对呀 就是这样啊 读文科就是文科好 理科就理科好 哦 师傅多文科的 哦 你读文科的 我也是读文科的 你比我文的多了 哈哈 谢谢师傅的视频开始 师傅 你看在家里 最多可以挂 多几副大悲咒呢 有的同学问 两副啊 可以了 两副 两副就可以啊 嗯 好的 好的 谢谢师傅的 慈悲开始 师傅啊 有的师兄在学佛前的职业 是帮人点智 请问师傅 如果把别人运成好的智点掉了 使他的好运没有了 这样算动人因果吗 师傅开始一下 跟他没有太大的关系 他最多动人家一 百分之一跟二 因为是人家叫他点的 跟他没关系的 哦 那他把人家不好的智点掉了 他有功德吗 还是动人因果吗 应该说 他收人家钱了 也没什么功德 也没什么因果 为什么 人家叫他点掉了 就这么简单 哦 他不懂啊 他不懂啊 他只是说 把人家点掉了 为了让人家更好看 本身出于这个心理 他不算犯罪的 嗯 哦 所以在心理学里面讲一个叫犯罪心理 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你已经有这个罪恶了 叫犯罪心理 如果你这个人 无意伤人的时候 你是没有犯罪心理在 在你的内心当中的 所以你这个人 做出的事情 啊 不算叫先期犯罪 先期犯罪就已经思维上就犯罪了 明白了吗 哦 那师傅您说那个地府在对处理这些人间的事情 有意和无意也有区别 区别绝对区别 我告诉你 有意把人家撞死的人拉下去 无意被人家撞死的人残废 哦 明白 明白吗 谢谢师傅的 这得开始 明白 那师傅再问一个问题 你像如果将来往生的话 如果这个人超脱六道 接着就 上去 还是在等到49天之后判呢 师傅这个问题 接着上去 还是49天之后判 对对 你说往生啊 啊 往生 如果这个人修成菩萨超脱六道 那直接上去 直接上去 那师傅有这种情况吗 他就在天空中飘着 49天之后超脱六道 有这种情况吗 有的 超脱 这种情况非常少 非常少 非常少 一般的 你只要能够超脱六道 是当场就走掉了 当场就走掉 那师傅还有这种情况 如果他在天上飘着吗 在中阴深不是飘着吗 那如果49天判的话 他能最高判到 预界天 色界天还是无色界天呢 这个问题 预界天最高了吧 最高了 哦 色界天也 也有 就是只行善 不行恶 但是呢 也没有帮助人家 也没有 没有懂得佛法的人 可能 有这个机会 到预界天和色界天 但是无色界天 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 相当于特区了 已经 在跟天上连接的特区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谢谢师傅 师傅下一个问题 不是现在越来越多的 女师兄把头发剪短了 像假小子一样 有时生活中 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 看待他们 有的人甚至误会 甚至还在上厕所 是被人误解 但是师傅之前开始过 这样可以增加 女师兄的洋气 也不一定是件坏事 请师傅进一步 开始一下 女师兄 是否适合 把头发剪短 剪成假小子一样呢 他们完全误解了 不是叫他们剪成 像假小子一样 这么难看的 就是短头发 就女孩子 卷短头发很漂亮 那个时候 杜鹃山里面 一个磕香头 不就蛮好看的吗 不是剪得像假小子一样 乱七八糟的 像稻草一样 不是这个概念的 明白吗 你索性就剃毒 你要么就是短头发 不是剪得来 乱七八糟 像假小子 不是这个概念的 这多难看的 明白了吗 是的 明白了 谢谢 谢谢师傅的 自卑开始 师傅 还有这种现象 不学佛的长辈 摸学佛的小辈的头 会不会影响 小辈的气场呢 这个问题 当然会了 那如果 那如何圆容的 避开这种情况 和念经化解呢 师傅 很简单了 你念经的人就不怕他摸 不怕他摸 你不念经的人就怕他摸 很多不念经的孩子 对不对啊 奶奶本来就身体不好的孩子 来你过来 我来摸你一下 哎呀 然后奶奶摸摸好了 一摸这孩子 哇哭起来了 为什么气场影响呀 奶奶本来要死快了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此为开始 师傅 一个叫断舍离 他说是日本杂志管理咨询师推出的概念 叫断舍离 意思是断绝不需要的东西 舍弃多余的废物 脱离对物品的迷恋 这感觉与佛法的理念也相 也相符 请师傅开始一下这三个字吧 断舍离 嗯 其实断掉你恶念也叫断 哎 这个就比较 这种都是比较普遍性的东西 就是他提上这个理念 对不对啊 啊 并不是说特别他 怎么怎么怎么 实际上断舍离 就是说叫我们抛开人间一些物欲的东西 啊 能够让自己不要烦恼 不要执着 对不对啊 要离开所有的烦恼 其实本身也是劝人为善的一个理念吧 我觉得 啊 但是昨天呢 我在 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听到我们电台里有一个节目主持人 嗯 他在做一个节目 他就讲了一个故事 他讲了半天 我 我用几句话把这个故事跟你讲一下 就是说明了一个人的 啊 这种啊 这个愚痴心啊 贪心啊 啊 他说有三个小偷 对不对啊 看见一个农民 赶着一只羊和一个驴 对不对啊 一个人说 小偷说我要把这个羊偷掉 一个说我要把这个驴偷掉 还有一个小偷说你不信了 我就我可以叫这个人 我可以把他衣服偷过来 嗯 所以这个第一个小偷跑过去 啊 趁那个 趁那个人不当心的时候 就把那个羊牵走了 那么农民一看羊美了 哎呀 在那里急呀急呀 小偷跑过去说 哎呀 老伯伯你在干嘛 哎呀 我的羊被人家偷了 啊 我看见一个人牵着羊过去了 哎 老伯伯你那那个那个那个 这个这个我看见他从那里走了 那个农民说 好你帮我驴看着我过去追 嗯 就这个这个农民一走掉 这个驴又被那个小偷偷走了 嗯 结果他一羊美追到 驴跑掉了 跑回家一看驴跟羊都没了 他难过得不得了 在水塘边上站在那里 嗯 就第三个小偷跑过来了 第三个小偷跑过来 冲着他跟他讲 啊 跟他讲 哎 老伯伯你干嘛 他我驴偷了 羊也偷了 对不对啊 那你在干什么 这小偷告诉我 我刚刚在下面呢 啊 在在在在这个 突然之间呢 我那个看到啊 水水上飘 就是我从水啊 下面看到有 好 好多好多的精子 在 呈在 呈在这个湖底 那个那个农民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 下去拿呢 他说我 我我不会有水啊 对不对啊 对不对 我有水 我我拿 我要想有水的话 我早就把这些精子拿上 你这样吧 你帮我拿上来之后 我给你啊 石钉 银 金子 嗯 那个那个农民把衣服一脱 嘣跳下去了 这衣服又被人家脱了 脱掉了 嗯 这个小故事就告诉人 啊 人有三种毛病 一个是偏听 对不对啊 一个是大义 一个是受欺骗 就是偏听偏信 对不对啊 他一个大义把羊丢掉了 一个驴子是受人家受骗 偏听偏信 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呢 啊 第三个是什么 贪 贪然 啊 所以他为了这个银子 所以他下下河去 他被衣服又脱掉了 所以这个人的三个毛病 这是人的本性当中三个毛病 大义 对不对啊 偏信 然后贪然 所以这个故事 我昨天在开汽车的时候 我们一个主持人在 在讲这个故事 他讲了半天 我几句话就跟你讲清楚了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我就是告诉你们个道理 人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毛病 因为这些毛病 最大的问题是你不知道 所以你才会养成这些毛病 你知道了就不会有这些毛病 你说我说对不对啊 对对对 小故事大哲理 大智慧啊 对啊 谢谢师傅给我们讲故事 谢谢感恩您的故事 就是说 有个人说 之前研究过 质多的人比质少的人 平均多活六岁 请问师傅 这种说法靠谱吗 师傅 是啊 大脑活药的人 当然 当然寿命就长了 所以很多人 他说质多 质多的人 就是脸上的 就是质 质多 不是智慧多 脸上质多的人 干嘛 比质少的人 平均多活六岁 这种说法靠谱吗 你说呢 根本不靠谱 质多了 那麻痹活得更长啊 活到年纪大的人 他只是说 很多老年人 活得很长的时候 他脸上有很多老年 般般一样 所以他就说 有这么多质 所以他活得长 根本不靠谱的 质多的人 血液一定有问题 那师傅 质多是什么样的因果呢 从玄学来说 也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因果 年纪大的人 质多很正常 年纪轻的人 质多 就说明你血液不正常 就相当于 皮肤不好的人一样 血液不好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谢谢师傅 你看这 师傅 有师兄 偶尔在梦里 会骂脏话 现实中 因为学佛了 很久都没有 骂过脏话了 但是意念 但是他意念里 有时候有负能量 这种需要念 多少遍 礼佛呢 师傅 对称下药的念 三遍就够了 三遍就够了 还要对称下药 因为你平时念礼佛 你不会专门说 忏悔我骂 粗话的呀 对不对呀 嗯 你现在在梦里 还在骂 说明你的脏话 已经进入你的意识当中了 哦 你如果在梦中念 大悲众 就念心经 你不是心经 已经进入你的意识 生成意识当中了吗 哦 是的 是的 就这个 哎 师傅 问一个问题 有的人梦不到观世音菩萨 但是他梦到台掌 这是啥原因呢 师傅 就说明他修得一般 不是太好 他梦见第一级的 那么就是台掌了 梦见高级的就是观世音菩萨 师傅你老天虚 是啊 是这样 梦见台掌们 级别差很多了 那师傅 他既梦到台掌 又梦到观世音菩萨 他境界有时候高 有时候低 谢谢师傅 师傅 我觉得这个问题 比较重要 你看 师傅您曾经开始过 曾经不是 不是问过 不是 观世音菩萨 就是说业障重的人 跟求观世音菩萨 跟观世音菩萨说话 不是菩萨听不到吗 师傅 他业障才重 他跟观世音菩萨说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不是听不到 说的话吗 但是呢 以前的时候 有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开示 说孩子叫母亲 母亲听得见 这两种情况 如何理解呢 这个问题 很简单了 孩子叫母亲 那是孩子很干净的孩子 母亲听得见 孩子很脏了 对不对啊 那母亲怎么听见啊 现在明白了吗 你业障太重了 妈妈看不见你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抓到监狱里了 妈妈看得见你吧 你要是今天能回家 你就是再张 妈妈总是帮你洗洗擦擦的 你已经关到监狱里去了 妈妈怎么叫你啊 妈妈怎么听得见 道理不一样啊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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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个 乖孩子是吧 要乖孩子 妈妈才听得见的 你修行的人 你叫母亲 母亲才听得见 你吃喝 嫖赌 这个杀人 抢劫 你什么都干 那你哪有这个母亲啊 对不对啊 明白明白 还想你也要做乖孩子啊 早点休息啊 每天 我现在已经 很好了 很早回去了 哎呀 师傅 您有进步了 应该是你发生了 但是回到家 就三点钟睡觉 改不了 非常不好 正在尽力改 正在尽力改变当中 希望师傅 有大的改进 是吧 早睡觉 正在努力中 好的 谢谢师傅 开始 师傅 慧眼和法眼有区别吗 这个慧眼和法眼 当然有区别了 法眼能看到 人家看不到的东西 对不对啊 天眼 是能够看到 很多虚空世界的东西 法眼 是看到有些 正义和非正义的东西 和一些 本来应该看见而看不见 或者应该看不见而看见的东西 是法眼 慧眼 就是 已经上升到 能够看见之后 能够有菩萨直接告诉你的 而且用你的悟性 来看待眼睛 叫慧眼 而接下去就是佛眼了 明白了吗 哦 啊 佛眼们厉害了 佛眼们就是 全部 全通了 不是五通了 全通 哦 全通了 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吧 就是 嗯 因为你宿命通的话 你有时候你这天眼是看不见的 明白了 就是你能看到你的过去 看不到你未来 这个天眼 所以很多人天眼 你要算命的人 只能算他过去 算不到未来的 算出来未来都不准的 说这个人要发财都不发的 哈哈 所以 为什么算命的 算以前就转 算未来就不转 对啊 这很简单 他只能算以前 不能算未来 因为 因为他没有法眼的话 他看不到未来 明白 那佛眼就不谈了 佛眼们就是根本 前后左右都能看了 明白 那师傅弟子不明白 你看 呃 你看这个 这义学啊 义学就是周易嘛 对啊 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 那但是呢 义经啊 八卦啊 这些都一样 但是 他们利用这个来算命 但是 他 义经和周易是 怎么给人带来利益的 而他们利用这种 是给人算命 不就动人因果吗 他是怎么理解的呢 记住任何一个东西 下到人间 都是 目的都是 开始都是为 造福人类的 只是被坏人利用了之后 有的就变 变味道了 比方说科学家 带来很多的 种水啊 这些都是 比方说核电站呢 他是帮助人 开量人间 亮光的 但是如果 用他做着核武器呢 那不就杀人了吗 哦 明白了 对不对啊 他下来的时候 他都是 都是善良的下来的呀 只是被 魔利用了呀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一听 那师傅从易经角度 这个他是给人带来什么呢 这个易经 他给人带来 看天文呢 十星空啊 天气预报啊 对对对 这不是很好吗 明天 后天天气 怎么情况 又不是叫你来 赚钱的了 是 很多人们拿这个东西 就赚钱了啊 赚命看向 赚钱了 他眼就看不大了 他就看不见了 看不见很多人都是先眼睛 很多人最早的时候都是 眼睛看得见半样算了 算到后来没眼睛就下掉了 对对对 我见过我们这边一个算命的 我看到他们的眼睛都发黑了 就这样紧紧的 就和屁着一样 很可怜的 因为他看到的是阴朝地府的事情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我师父跟你们讲了 我劝你们 你看所以看这种东西 你绝对不能收钱的 你收钱的话 你就动他因果了 对一 师父一不能收钱 二也不能 看 你看了吗 你就也动人家因果呀 你收了钱吗 更厉害 明白了吗 那师父如果他只是说 通过这方面 就是简单的简练 做他学佛修心 这样他就功德无量了 对啊 对啊 他有时候说 就跟师父一样嘛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看图腾啊 是为了人家开悟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对对对 你的目的 师父您看图腾的目的 就是让人相信因果 相信 对啊 他不相信 他不相信 我只能把他过去点出来啊 他相信了呀 否则怎么相信啊 你跟他讲千遍道理 万遍道理 他不相信的呀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跟孩子谈话 孩子不告诉你 要到哪里去 你左讲右讲 孩子都不讲 你告诉他 我知道你要到哪里去 你准备怎么样怎么样 他傻眼了 接下来 你就跟他讲 孩子这个不好的 不能去的 那么他就开始扶你了呀 对不对了 明白了 明白 那师父从一些角度 有些不是排八字吗 命中有华盖 太极贵人 这些 他对这个佛法特别感兴趣 他这个华盖和太极贵人 是他是怎么去理解呢 对他就是 出生就对佛法感兴趣 师父 天界的 天界的 有些东西都是天界的 我告诉你 人间很多的科学啊 什么世界呢 或者发明啊 其实在天界讲起来 真的是 很像儿童玩具一样的 他们本来就有的 只是人 他的意识 只能意识到这一点 而不能意识到未来 听得懂不了 很简单了 对不对呀 明白 其实师父 其实上天给人类 很多东西就是让我们过上 就是说好好的学过 好日子 帮助人间的 就是但是人间的拿了这些东西呢 在在在在在 做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了 对对对对 你看这个 当年希特勒在研究种水 如果原子弹让他造出来的话 这世界 那就惨了 对不对呀 对对对对 就这个道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词比开示 好师父 今天的问题慢到这 感谢师父 师父再见 再见再见 喂你好 喂 喂你好 你好 请讲 感谢师父 还帮同学问几个问题 有一个同学 他梦到另一位同学和师父一起 同学为师父打着伞 并排着一起走 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 打着伞并排一起走 他是师父的护法 很简单 好感谢师父 你讲这个 我想起来一个笑话 说前两天看了一个笑话 说一个人在马路上碰掉这蛇 在问 问那个演员说 碰到蛇怎么办 结果那个演员说 马上打把伞 他说马上打把伞 他说 说自己是许仙 好的感谢师父 还有就是 就是有位同学 他梦见那个 观世音菩萨给他手上 带了一个翠绿色的一个手镯 同学就说 菩萨妈妈 我带着好合适啊 然后同学看见 翠绿色的手镯 金光闪闪 请问师父 观世音菩萨送同学 翠绿色的手镯 是什么意思啊 这还不懂啊 保护啊 翠绿色的 我告诉你 手镯的话 其实就是保护你啊 护法啊 随时随地护法啊 这已经给你带来很大的幸运了 绿宝石还不懂啊 绿宝石啊 所以人家为什么要带绿宝石啊 这还不懂啊 明白 好 谢谢师父 还有就是 梦到那个自己坐在那个白色的莲花上 飞上了天庭 然后看见了南京菩萨 然后南京菩萨就对他说要干净 然后干净的话 就带你去见母亲观世音菩萨 这位同修就说 我知道我已经许愿一辈子清修 然后南京菩萨就带他进去了 然后他就看见师父了 然后师父的法身非常高大明亮 然后笑着点头对他说 你上来了 然后又看见很多菩萨金光闪闪 然后就看到了一排一排坐着很多法师 天上的法师比人间的高大 同修就问 怎么没见到观世音菩萨妈妈呢 然后一会儿就看见和东方台 一模一样的观世音菩萨就来了 同修就一起坐在那里 听观世音菩萨妈妈给大家讲法了 同修想问 他现在的境界是在哪个境界 很高啊 他现在这个境界至少 至少能够在 我想至少在声闻道了 好 厉害了 所以你们现在 所以这些 这些我告诉你 不是你们自己看到 谁 谁很多人都不相信 我告诉你 天上的法师 我告诉你 都是很高很大的 嗯 对对对 嗯 好 谢谢师傅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师傅在9月3号的问答里面开始 开天眼看得见属于五通 那个慧眼是菩萨才有的 既能看得到 又有菩萨直接告诉你的话 那请问师傅有天眼才能修成慧眼吗 或者说就是天眼 慧眼 佛眼 它是一层一层修上去的 是吗 从基本上道理是应该这么讲 首先要看得见 然后呢 你才能开慧眼 啊 还有法眼 对不对 然后再佛眼 嗯 四种 明白了吗 佛眼是至高无上了 嗯 嗯 还是就是需要一层一层修上去的 是吗 师傅 嗯 有过去有过一个小神童 小师傅看得见 后来看不见 但是后来他就慢慢直接看会开慧眼了 嗯 但是从这个理念上来讲还是先要开天眼的 嗯嗯 好 他这个人死了是肉身啊 但是他的灵魂永远不死啊 不是涅槃吗 听不懂啊 哦 哦 他这个不思而得不免而终 不思而得你还是不懂啊 不思而得 我问你啊 你要你在人间你要想啊想啊 想是不是痛苦啊 想不到是不是痛苦啊 嗯 你想想看 你想都不要去想就得到这个东西了 这不就菩萨给你送来的吗 明星见星之后 你想都不要想这个事情就来了 好事情就来了 这叫不思而得 不免而终 很简单了 对不对啊 你用不着睡觉的 你就可以控制自己的灵魂 要走就走 要出去就出去 要回来就回来 你这叫不免而终吧 嗯 哦 哦 明白了 谢谢师傅 那师傅 那个明星方 之前讲到 就是明星方可见性 见性方为始修 为明星结识盲修 为见性结识瞎恋 就是想问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 为明星见性结识 盲修瞎恋呢 要分情况吗 师傅 对啊 为明星见性 结识啊 什么结识啊 什么写的 就是 结识盲修 结识盲修 结啊 下面有个白色的白 结识 就是都是 啊 结识 对 结识盲修 结识盲修 为见性 结识瞎恋 第一句话 怎么讲 你再讲一遍 明星方可见性 见性方为始修 为明星 结识盲修 为见性 结识瞎恋 拼命的想 自己要明白 要明白 嗯 你是乱修了 你听得懂吗 明星 见性是靠什么 你知道吗 现在靠靠你讲吧 嗯 明星见性 靠修的 嗯 讲给我听啊 靠什么 嘴巴慢慢会讲的 讲啊 讲出来啊 翻本字 也来不及了 以为师父 看不出来啊 呵呵 你现在才早啊 呵呵呵 没有没有 不是师父 你记住 明星 靠着悟性 嗯 明白了吗 明星靠的是悟性 哎 靠悟出来的 不是修出来的 嗯 但是悟是怎么悟的呢 当然 悟的基础是修 是这个概念 但是你已经到了 想要明星的时候 你就不是靠修了 是靠悟了 所以你说要修明星 那你就是瞎修了 忙修了 听得懂了吗 嗯 听得懂了 好的 我听得懂了 还是没听懂 听懂了 听懂了 谢谢师父 你要举个例子 你才听得懂的 感谢师父 我想想看 想想看 找个例子吧 对不对啊 你比方说 啊 你比方说 啊 你一个人 啊 你想做一件事情 你想说 我想考上大学 对不对啊 嗯 你拼命学学学学学学 哎呀 把功课做好 那么你是想要进大学 对不对啊 嗯 那么你学习的再多 但是你考试的时候 没考好 你没没考上大学 嗯 对不对啊 那么这个 这个是为什么呢 你虽然学了这么多 但是你考试的时候 要靠你的脑子来悟打 要开悟啊 嗯 你要临场发挥的好 就是一个悟性啊 嗯 嗯 差不多了 现在懂一点了吗 嗯 感谢师父 那佛这不叫盲修吗 使读书 使读书的话 你能得到明信吗 嗯 要靠悟 我们现在靠自己去悟 才能够得到 对了 真正的佛法 嗯 感谢师父 那师父还有就是有一个 那个 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 就是有一个同修 他的儿子 他20岁 然后前段时间 他犯过错误 然后经济状况出现了困境 您给他开始过 他现在学习那个建筑设计专业 将来想为弘法立生做贡献 并且他已发大愿 终身不做男女之事了 然后之后也梦到了 很好的梦境 都是在天上飞 但是最近他财运不是很好 生活很不好 一天要打好几份工 因为他就 因为他现在要开学了嘛 医学基本来是四门课 但是他报了八门课 想尽快完成学业 跟着师父救度众生 后来又做了梦 梦见那个房间后面很大的水池里面 全是活的黑鱼 但是又梦见那个房间有两只猫 然后和一只水塔 他想请问师父 这预示着最近他的那个财运是否会改善 猫们就是没有财运 那个猫是他那个书的房子里面的两只猫 那要念经念谈的 猫不是破财的 不是 所以很多人家店里还放个招财猫呢 傻的不得了 哪有猫招财的 猫是属鹰的呀 那他那个又梦到那个很大的水池里面 全部都是活的黑鱼 这个好的 这个好的 因为他他预示 就是他现在生活情况特别糟糕 然后他这个 很简单 很简单了 糟糕 就少花点钱 有时候我告诉你 有时候 这个困境就是要靠你自己来解脱的 有时候就是一个机会 有时候就是 就是给你个机会 让你摆脱很多的烦恼 因为当一个人没有困境的话 他不会 不会开悟的 我只能讲到这里 我不能说很多 明白吧 你去看看 并不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能够成佛的人 都是 都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有些事情是要吃苦头才会改变 因为这位同学他也非常年轻 才二十岁 那 有一个小神童六岁 连金刚筋都背得出来 哦 根基好 好了 这个不是说你几岁的问题 有的时候你想得开 什么都放得下 好了 好 谢谢师傅 还有就是有一个梦境啊 就是有一位同修 他那个梦到另外一位同修 乘着那个电梯 然后坐到了那个电梯的底部了 然后身上闪闪发光 然后这位同修就和师傅在同一张桌子上面准备吃饭 然后想请问师傅 就是梦到那个到电梯的顶部了是什么意思啊 哎 上天了 电梯能够开到顶部在梦中绝对上天了 上去的时候都像电梯一样的 电梯本身 电梯本身就是根据很多人的设计的设计师就是做梦做到这种 怎么样到天上去上去他他才设计出来这种电梯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 还有一个梦境 还有最后一个梦境啊 师傅 就是有一个同修 同修梦到就是另一位同修在天上踩着云拉着他的手 使劲的拉最后把这位同修拉上去了 这位同修想问就是说 这位踩着云的同修是否他在天上已经有果位了 有了 有了 他 百分之一百有了 嗯 哦 很厉害的 好的 我告诉你在人间绝对能修到天上的果位呢 哦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好的 师傅 有一位那个老妈妈她近三十年的抑郁症啊 吃了三十多年的药 学习心灵法门运用了三大法宝已经好了 但是医院不让她停以前的药物 仅仅是减量了 目前这个老妈妈睡眠不是很好 请问师傅像这种情况的话 师傅还需要继续用药呢 跟医生商量吧 全好的话就不要吃药了 如果还有一点点也可以吃点药 辅助药 药量一定要减少 好吧 哦 吃药三个温毒连医生都知道 嗯 好 谢谢师傅 感恩师傅没有问题了 再见 谢谢师傅 再见 再见 嗯 喂 你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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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位听众你咋通了 喂 喂喂喂喂喂喂 嗯 很可惜呀 喂 喂 是吧 哎呦 刚想挂掉 嗯 喂 想吧 喂师傅 喂师傅 你能听得清吗 我能听得清吗 啊 好好感恩师傅 师傅 感恩观世音谱色 感恩技工谱色的保药 师傅 嗯 您开始挤压几个问题吧 师傅 嗯 嗯 师傅 您开始过初一十五的小房子 可以升二十一张 平时最多可以升七张 师傅 第一次想问如果一个人的业障爆发了 每天可以升二十一张小房子吗 还是最多能升多少张是吧 二十一张 二十一张是不是可以 就是如果小房子充足的话 可以每天都可以这么继续升的是吧 是啊 嗯 嗯 好感恩师傅 师傅下一个问题 呃 师傅 呃 很多事情都是帮家里人念小房子 比如说他知道的母亲有病的话 要许一千张小房子 我们许出一个总数房间 好 还是说二十一或者四十九 一步比较好呢 师傅 选个总数 然后再二十一张二十一张一步一步念 啊 是啊 是 是不是可以说是自己的 也可以就是说自己来背 这样是因为 好一些 是吧 对啊 嗯 好感恩师傅 啊 啊 师傅 因为就是 那里的父母都是 没有 这 那 这三六九 非常大 那师兄就是想问一下说 可不可以就是我们帮父母 以前放一些鱼子 那放那边跟菩萨起求说 啊 化掉 鱼子啊 就放鱼子就可以了 嗯 对对对对对 放鱼子 放鱼子的话功德也很大 都算的 先不想放可以吗 师傅 没 没听到是可以的 哈哈哈哈 刚刚那几句话没听到 所以你最后问我可以吗 是这样的 我说没听到是可以的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师傅 嗯 是这样的 师傅 就是父母不怎么学佛 但是很多事情都想为父母 就是念经念小房子 但小房子还是有数的 但是就想为父母 多放一些鱼子 完了因为就是这样的 可以呢 也能笑一些业障 这样的可以吗 平安度过这个 可以 师傅 可以 嗯 嗯 好 感恩师傅 呃 师傅 就是那个 我们念自存小房子的前提下 必须是自己的业障少 工作顺利 家庭好 尤其是老年人念 念小房子 是不是更应该是说先 先多念些小房子 应该是先修业障 往上再自存呢 师傅 都可以 同时进行都可以 没问题 同时都可以 对 但是那师傅 那就是一个人知道他 尤其是老年人 知道自己的业障 就是非常很重了 但是他还是要是存一些小房子 说自己临走的时候可以生 但是嗯 这样是可以的吗 可以的 没问题 临走的时候走掉之后拼命的烧 没问题的 拼命的烧 那师傅那他这个已经走了的话 拼命烧的话 他可以每天可以生多少张啊 嗯 你看了他如果自己留的多 对不对啊 嗯 49 78都可以 不要超过100张就可以了 啊 那师傅 那弟子海外 如果就是说 呃 一个人走了 他也会爆掉一些业障 师傅 那他爆掉的业障 是根据自己的修为 能爆掉多少这个业障呢 师傅 呃 一般的青业都可以爆掉 中业带到下辈子 呃 师傅 您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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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是新的业 是爆掉是吗 不是青业青的业 啊 这个青业是指的就是金氏造的业是吗 对对对对对 嗯 但是呢 如果你如果你上辈子的业 应该在这辈子已经爆掉很多了 因为你受苦啊 受难啊 而且倒霉啊 什么已经其实把上辈子的业 青业都爆掉了 然后呢 如果下辈子爆的主要是你这辈子的重业 哇 是这样 明白了吗 嗯 嗯 嗯 那师傅 那这样子的话 他能爆掉多少呢 要看你的 你有多少啊 才爆掉多少 那就是比如说 因为也不像师傅看的 就比如说这一个人的业障 它是百分之三十吧 就是这样的事 如果你百分之三十的话 嗯 你怎么爆 比方说你近视 啊 你有百分之三十的业障 然后呢 你没修的人啊 你吃苦了 受难了 用你的身体在爆了 肉身在爆了 那么你可能爆到百分之十五 一半 啊 如果你用你的佛法爆 你可以全部爆完了 所以你才能上天呀 嗯 啊 是的 是的 师傅您这么一说 弟子就明白了 啊 感恩师傅 啊 师傅您休息一下 喝口水 弟子有一个通修 哦 得到了就是受听菩萨的 慈悲开示 弟子念一下 嗯 嗯 放生 放放生 也说实在 大家知道了 每个心里他们的佛子都会积极地放生 不知 真的感恩 观世音谱 给大家的法宝 放生 这有多少的众生会丢起 真的是慈悲 虚伯之人 就要慈悲 从爱护身边的动物起 不要产生 不那么多 众生不需要 作利于众生师了 啊 啊 你等等 喂喂 你等等 那重新对的话筒一点 声音 声音听不清楚 啊 对 那是吧 啊 啊 慢慢讲 慢慢讲 刚刚效果不好 嗯 讲吧 哦 不行 啊 受听菩萨 慈悲的开示 放生 也说这是大家知道的 每一个清宁法门的佛子 都在积极地放生 护持 真的感恩观世音菩萨 给大家的法宝 放生 这有多少众生被救起 真的是慈悲啊 学佛之人 就是要慈悲 从爱护身边的动物起 不要杀生 住恶末 住恶末坐 冻山奉行 多做利乐 众生之举 很多老兽星在求兽时 也是去放生 还劝导子女多做功德 少贪 嘴馋 莫杀生 告诉你们 只要你们 劝身边的人 不去杀生 你都有功德 何况自己已经真的去 践行 去吃素呢 末法时期 灾难太多 劝导人要吃素 要不就是灾难 共业 贫 贫 残 大家好好学佛 我们俘虏 寿世心灵法门的护法 观世音菩萨的大法会 我们一定要参加 每场法会 我都会给大家 天福天寿 其乐融融 大家一定 多多宵夜 好好努力吧 一定跟好你们的师父 多去法会护持 无利 无数的利益不可说 大家努力 法会上见 师父 观世音菩萨的大法会 寿星菩萨说 一定要参加 每场法会都给我们 签福 签寿 请问师父 每场法会 参加法会 福禄 寿菩萨给我们 签了多少 不签多少寿呢 师父 贪了 贪了 哎哟 问的问题 还要贪呢 这次马来西亚 福禄寿都去了 多少人看见啊 不是一个人看见的 你知道吗 天福天寿 还要添多少 就是说 给你吃饭了 你还要给我吃几碗 对不对啊 给你吃菜了 还要给我吃几个菜 你不是贪了 人了 真的是 福禄寿来了 跟你说 无量寿 无量福都可以给你 要看你自己受得起 受不起的 你整天帮助别人的人 你当然能够无量寿 无量福了 是的 师父那如果就是 师父也因瘾而异呢 是不是如果 平时这个师兄就是 放生的多 守戒严 做人多 红法上非常付出 他得到的福寿 也就是跟 不一样了 对啊 就更多 好人 加持多 坏人 加持少 但是也 还是能加持的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听得懂 好 感恩师父 师父 受信福泽说 一定跟好 你们的师父 多去 法会 护持 无数利益 众生 无数利益 不可多 师父 您说一下吧 他说 无利益 不可多 师父是 天地 师父 太多了 不能讲了 有些 有些 有些人 参加法会 跟你讲一点 就是天上 隆天护法 天上天下的 各处来的菩萨 众会 大家非常的发喜 大家饱受 关心菩萨的佛光普照 他们也受到 菩萨的加持的 所以他们一开心 我用现代话讲 就是他们手上都有 生死部啊 你的业障部啊 对不对啊 你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你要是一球 你说他一开心 他是不是容易把你 饿得滑掉啊 一球是不是容易领啊 你平时球的话 这不一定有这么大的效果 听得懂不了 喂 我是黄河 好 听不见了 再见了 拜拜 喂 喂 怎么又跳进来一个 喂 喂 喂 哈喽 是台湾啊 哎呀 给你打掉了 人家刚刚的电话问到一半 给你跳进来了 没时间了 还有地方 还有半分钟 你讲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哎 太阳 三十秒 看我生病了 你生病了 有没有灵性 你生病了 要看的 你生病了 一定有灵性 四十九章小房子聊 赶快念吧 嗯 哦 可以不方便吗 什么 听不懂 台湾 哎 方便吗 什么 什么方便吗 台湾 啊 有一个 听到吗 台湾 听到 请讲 啊 有 才要 才要问那个 蹦的 有位 同修 在几个星期 我读啊 要一个 一分钟 做台湾 哎呀 那没时间了 只有半分钟 只有半分钟 哈哈哈哈 可以 台湾 有位同修 在几个星期前 梦到 师父 帮 八号外 一位同修 看厨堂 速度有五千命 告诉他 让他马上 起愿 放生 一百五个 小房子 一零八 以佛一零八 目前他已许愿 也已放生了二十多乌龟 现在他真的很健康 没问题 第一个这个梦不太真实 请师傅帮忙 看看这个梦是关口吗 还是他是否 做很多不如你不如法的事情 该怎样体验 适不适合工作有关 请师傅看看该如何发展 他已修了两三年 都过资产法会 义工 每个星期都有操纵 每个星期都有操纵 蛇杆小房子 一九六六年 除马的 难得 师父 这个梦是他整个吗 我告诉你 这个梦不是坏 恶梦 不是坏梦 他再继续努力一下 他蛮好的 修的蛮好的 没有恶梦 没有不好 明白了吗 没问题的 这个是同学问的 他没有 差不多还有五千密码 没有没有没有 不可能 你叫他第六天 跟我打电话 你说台长说第六天 叫他跟我打电话 就可以了 你看他五天 死不了 死不了 过了三个星期了 好了 好了 过了三个星期了 跟你一接触了 说不定真要死掉了 跟台长多接触 你就死不了 这个是没有问题了 要不要开始他 紧紧台胆 好了好了 没时间了 半分钟到了 下次再打吧 好 好 好 再见 最后一个梦啊 什么梦啊 没有 我梦当台长抽地址 台长叫 叫其他的名出来 没有叫我的名 是什么意思 然后台长 就是说 台长一般叫 其他的弟子出来 说明其他的地址 就会成为 师父的地址 没有叫你出来 说明你已经 超过地址的级别了 因为 下一次叫 就直接叫师父了 你就是师父出来了 哈哈哈 好 师父可以挂电话了吧 师父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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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怎么这么快就跳进来了 哎呦 我刚刚挂掉就跳进来了 喂 喂 师傅 没时间了 赶快啊 真的没时间 你们真的硬硬跳进来的 哦 真的呀 师傅 那个那个 那我先问个工作组的吧 我们那个餐饮主想问一下 那个酒酿什么 酒酿能不能在观音堂做给大家吃 酒酿原子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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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酿原子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酒酿不能太浓的 太浓的话它有酒味的 好 然后就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 就最好就就是 你不要吃酒酿 你就给它甜的原子就好了嘛 好 放点枸杞啊 或者放原子边上放点其他的 比方说去买点桂花啦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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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那个我我我我可能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 我快点跟您讲一下 那个昨天晚上我上香的时候 那个香自己断掉了 而且不是我在手里拿的地方断的 特别奇怪 嗯 这不大好 我就我上香拿的时候 我就我 我就意味着你有一个 脏了 不要讲了 肯定脏了 你的手脏了 或者你的脑子脏了 你这个这个护法神是管第一关的 你上香的人拿的这个香药非常纯洁的 否则面提起 不可 Ellen 否刺你不就你不的 否则的话 같습니다 我会对你人用这个 tool お母后会对 护法神会对你不开心的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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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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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10 8 6 4 9 10 1111 是啊 zijn 嗯 你这是乱不要 手不要乱乱摸地方 我当时就赶紧念了欺骗礼佛 那没事 那行吧 好了那我没别的问题了 这些事 快一点再见 师傅再见 拜拜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 节目就到这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 广告之后回到好节目中来